政府呼吁市民今天在一年三日 自愿进行新冠快速抗原测试 并情报阳性个案 以便切断社区传播链 有助4月21日能预期分三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在沙田一个防疫服务包保领站 未开门已经有市民排队等候 除了有一些未领服务包的市民之外 亦都有一些因为已经用了服务包里面的快速测试剂 要来补领 不够用 为什么不够用呢 因为我们人多 大约有多少个人 有七八个 你们家是否每天都会做测试 会 因为我们儿子回地盘每天都要 好过全民检测 弄到劳民身材 快测就好 是啊 为什么因为方便一点 是方便一点 自愿性也挺好的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 市民今天开始一年三日积极做快速测试 令到政府可以尽早找到感染者 以撤断社区的传播链 大家都很想4月21日开始进入路线图 分三个阶段三个月 可以大致上解除了社区隔离措施 等到社会可以服上 越早能够令到香港可以在社会面达致清零 就是说我们已经切断了这些传播链 就越有利于市民希望见到那个情景 他又说如果市民检测结果是阳性 应该承低照片并且在24小时内情报 当局会因应染疫人士的身体状况 家居情况等等 安排适切的家居支援隔离或者治疗 另外卫生署合下的联合科学委员会建议 60岁以上人士接种三剂疫苗之后 至少三个月就可以接种第四剂 由即日开始 合资格人士可以领取即日筹 在疫苗接种中心或者公立医院接种站打针 而网上月月系统就会下个星期四更新 估计大约有19万人符合资格 凤凰卫视记者黄迪蕙回报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